福士新聞主持人Sean Hannity 在星期四的節目中提到 特朗普總統在Parler上有一個帳戶 該社交媒體平台可作為推特的代替品 他說 因為推特正在審查總統 白宮幕僚長Dan Scavino 以及其他人的言論 所以總統加入了Parler 僅僅一天後 谷哥就在一份聲明中說 將繼續暫停使用Parler應用程式 直到其開發者承諾制定一項可以處理平台上 不當內容的適當政策 谷哥還宣稱最近已經提醒過Parler 蘋果也威脅要將Parler 從其應用商店中刪除 上星期五 蘋果宣稱有人利用Parler 煽動衝擊美國國會大廈 Parler成立時 誓言不會對貼文和帳戶進行政治審查 Parler首席執行官 約翰馬策聲明文指出 蘋果將審查應用到Parler社媒平台 他發文表示 我們不會屈服於反競爭者的壓力 另一篇發文中寫道 媒體試圖聲稱暴動是在Parler上組織腳 這裡裏面有不少問題 1.Parler無法組織任何東西 Facebook群組被大量使用來組織抗議活動 2.抗議活動受憲法保護 3.懷人將原本中性的抗議變成了騷亂 星期五晚間 推特同時關閉了特朗普總統律師林伍德 前聯邦檢察官 Signy-鮑威爾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爾·弗林將軍 以及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帳戶後 美國的社交媒體用戶 紛紛湧向了Parler、Telegram和Gap 網友將2021年1月8日稱為 推特大屠殺日 也有網友重新設計了推特標誌 此其越來越接近中共 為 router不開放 使用電話 無法登陷 反規 互相 詐ах 你 確的